在資料處理上面常常會遇到就是如果我今天 把它分開了從一個 一個整個欄變成四個欄 那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我會又會把它合併回來 所以如果在考各位另外一個 你可以想想看假設我今天希望什麼 合併 合併回單欄 OK那這個單欄的話我們就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能夠讓他看到 漲的就類似我先把這個格式複製 就是在 間隔一個旁邊的在你再多一個空白欄那這個欄的話希望把這個放回來這邊 這邊再放回來這邊 有沒有 也就是說我今天希望假設又把它 改回類似像這樣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前面沒有欄位名稱 如果又要把它合併回來的話 那你該怎麼做 那你不要說我從這邊call過來 那不是我要的是從這邊 式欄又變為一欄 那問題式欄變為一欄的話 如果用index 或index 哪一個比較簡單呢 其實 你也可以使用如果用index的話 那我們當然你如果 還不知道答案你可以先試 那答案就是這樣試出來的 檢視與參照 那你首先要需要知道index 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array array就是這個範圍 就是你資料來源的範圍 第2個問題 第2個問題是 那 這個資料是在 這個範圍裡面的哪一列 這個是哪一欄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這個範圍 那我如果要抓第1個過來的話 他所在的位置 就是這個範圍裡面的什麼 第1列的第1欄 那下一個的話呢 第1列第2欄 下一個 一字類推嘛 34嘛 那再來就是第2 第2嘛 第2列的第1欄 234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的規則 應該可以看得懂嗎 這個應該是1之1 所以如果 我要抓他就 第1列的第1欄 然後就把20 什麼20 這個 05的那個6月15的資料抓過 如果要抓第2個的話 一樣嘛就是把這個 複製過來嘛 然後呢就是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什麼 藍 這個是列嘛 列同一列 那不同藍 那就第2欄 流洋河 那當然再來就第3 第4 然後再來就2 所以就跳到這邊好了 這邊的話就是第2列的 第1欄 第2列的第1欄 有沒有 然後意思類推 所以其實有個規則性 也就是說我們 要需要知道兩個訊息 變成這個如果合併回來的話 相對會更困難 因為 他必須要解決什麼 這個 要能夠是什麼 如果你向下拉嘛 要是 什麼 先4個1嘛 4個2 4個3 4個4 後面這個值的話呢 要剛好是 1234 1234 1234 如果你可以把這兩個數字 變出來的話 那當然答案 應該理論上就OK了 所以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如果用index index 或者VBA 都可以啦 那這工作裡面的話 蠻常遇到就是 需要把資料怎麼 分割 然後再合併 分割合併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先請各位 在那個I欄的地方 先增加一個欄位名稱 要合併回單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4個欄位 再合併回單個欄位的話 該怎麼做 那所以剛剛講的就是 如果我要把這個1 列先變出來的話 H 你可以先在旁邊做吧 如果你一次沒辦法做完 你可以先針對什麼 先對列 那H一個欄位叫roll 一個欄位叫column 那roll的話呢 就是要變出什麼了 4個1 4個2 4個3 4個4 那總共的話呢 他應該是總共有 8個人 OK 所以其實就是 1 4個 一直到8 4個 那怎麼樣把它變 變出這個東西來 基本上的話 當然有幾個方法 比較 比較不是那麼聰明的方法 你可以向下拉 這邊在 2嘛 然後再向下填滿 那這樣我記得好像這樣有兩個我看他們變出 那這樣沒辦法 那再來就是3 一直類推 不過 如果你是要手動來做 4也OK 可是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不要手動 另外的話這邊1234 1 那其實1的話你234的話你按Ctrl鍵 跟剛剛不一樣是按Ctrl鍵 他會變出1234 可是下一個 你不能1234 所以有什麼方式 可以剛好可以變出那個 12341234 那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Ctrl鍵部分的話其實可以根據列 但問題列 列的部分的話如果他現在是第2列的話如果假設這個概念有點像 假設我們先針對這個Ctrl稍微簡單一點點如果插入什麼插入肉 減四語參照裡面的肉環數 OK 然後按確定他會是2 為什麼他現在在第2列 那你可以把他減一 打個勾 向下填滿 4個1234 可是問題來了 他下來的話呢他變成了5678 他會變成說他會 增加 那我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怎麼樣 讓他不要增加 哎就是說呢 我可以讓他 就是一直12341234 OK應該懂我的意思 OK那怎麼做 這裡面的話呢 怎樣 OK好沒關係你再聽聽看 有問題可以再提出來想想看 應該知道我現在做主要目的是用index 要變出這兩個 這兩個字一個是 他的 列 哪一列 他的哪一欄 他就可以把資料抓過來了 我們先針對Column部分 因為1234123 那1234要怎麼剛剛好 這邊的話 我提一個 另外一個函數叫MOD MOD 那這個在數學裡面MOD裡面有一個叫MOD這個 那這個MOD 跟那個中華電信那個MOD一樣 不過他不是看電視 他這個是主要什麼 他是傳為漁數的 漁數就是說你除以多少的漁數 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我今天 1除以4漁多少 2漁多少 漁多少漁多少漁數 1除 4除以1啊 4除以0漁多少 4除以1是漁1嘛 4除以2漁多少 漁2 對 如果5除以4漁多少 對啊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用這個方式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數字給他對不對 按個確定 這個 這個除以多少的話呢 你就是輸入4就可以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漁1 漁2 漁3 但是問題最後這個 4除以4漁多少 0就整除了 所以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要想一個辦法 有沒有什麼 辦法 讓他 可以剛剛好1234 所以這邊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剛剛好 那這個我想 第一個提示就是你可以試著用MOD 產生Column 那就12341234 如果的話呢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等一下來看 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我提示一下 產生 他的Row 121 121 22 然後4個4個4個 那是12341234 我剛好提示用MOD 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呢 一樣就是你可以用MOD 然後呢 Row 那當然你 之後的話他會 我們假設用MOD 是求漁數 漁數的話呢 假設針對是 他現在的列號的話 那我剛剛是列-1 不過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剛好我們 他產生的是 產生的是 減1向下填嗎 1234 最好1234 可是他要不要1230 那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有個方法 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乾脆呢 為了要解決個問題的話 我就可以怎麼樣 先把那個你現在所在的列 先把它歸零 也就是讓他 減掉 從零開始 也就是說他零 除以4的話 餘多少 還是餘0 可是問題來了 我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0123 0123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差多少呢 差1嘛對不對 1234嘛 剛好差 所以 很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講 加上 1 有沒有 他不就是 Mode的時候 加上1之後的話 然後向下填滿 看一下 12345 拉太多了 1234 1234是不是就變出來了 1234 1234 1234 OK 所以 第一個 如果你要取得那個藍的話 你變成說你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 MOD 那我想到一個方法就是你先把你現在所在的列先歸零 最後再加1 從1開始的意思 OK 所以以後這個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公式來看待 就是說 我現在 取得他的列 先把他的列從歸零就對了 他沒有吧 從零開始喔 然後呢 以後如果 所以如果從零開始他就0123 那如果要從1開始的話你就把它加1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一招的話呢 可以把它記起來 以後的話如果遇到 工作裡面需要這樣12341234的話 所以第一步喔 我們已經做出來 如果要重複什麼 一直重複 1234的話 可以用這一招 那接下來的話一直重複4個1 4個2 4個3 一直到4個8的話 要怎麼做 那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第一個 一樣呢 我們要配合什麼 配合Raw 所以這個跟這邊有點像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喔 要用哪個方法 比如說第一個 他Raw 現在是2嘛 那往下拉 他就234一直往下拉 那我可以把 先把它剪掉 一樣先歸零 剪掉之後呢 一樣我把它怎麼樣 刮虎先剪掉 先把它歸零 再除以4 除以4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除以4之後你會發現向下拉 有沒有發現 欸 他基本上有沒有規則性呢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 0 0 開頭 1111 4個 2 那差多少 還是差1 所以後面再把它加1好了 加了1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的向下拉 他就變成什麼了 1 4個 2 4個 3 4個4個 有沒有OK 所以我如果除以4的話呢 他剛好就是 每4個 每4個 不過問題就是說 他這個後面如果說我希望呢 他後面沒有小數點的話 也就是說無條件把小數點去掉的話 那我可以在這個前面加一個什麼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有個函數叫什麼 INT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外面包一個INT 前刮虎 然後再加1的 後這個前面再一個後刮虎 意思就是說怎麼樣 幫我計算完之後我不要小數點 不要小數點叫INT 把它 向下填滿 4個1了有沒有 再來4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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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這邊好了 4個8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1個1 就自動完成了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所以 第一個公式是 我用mode 做出來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用INT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還是要用一點點簡單的數學 這個是數學函數 INT是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那如果我有這個 這兩個的話 接下來呢 我再怎麼樣 就用index 裡面的話呢 我只要跟他講說這個範圍沒錯 不過還是要鎖列 所以f 把這個範圍 array的部分 f4 那其實只要鎖列 因為只要向下 所以比較精確是鎖列 鎖那個2 列跟9列 那roll的話呢 就是指的是這一個 然後column的話 是指的是這一個 有沒有 然後抓到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他不用改 向下填滿看看 放開 有沒有 全部就通通過來了 這個縱向 本來橫向嘛 變縱向 這個也是一樣 這樣橫向變縱向 OK 不過 同學說 老師最後這兩列怎麼辦 要不然有個方法 你可以把它引藏起來 好 要不然的話怎麼辦 你乾脆就把這個的公式怎麼樣 放到 這邊就好了嗎 有沒有 這個公式 你可以把它複製之後 放到 這邊嘛 把它貼上 打個勾 然後這個公式呢 一樣 不要不幫忙等號 把它複製 取消 有沒有 再放過來這邊 K2貼上 打個勾 向下填滿 這兩列的話就可以刪掉了 就可以不存在了刪掉會不會成功 刪掉OK 所以最後的公式就這一串 OK 所以 請各位試試看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好 谢谢观看